宿有塞外明珠美誉的乌良素海总面积300平方公里 被于内蒙古自治区巴亚纳尔市乌拉特前夕境内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 随着黄河上中游地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排入乌良素海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增加 乌良素海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在2008年乌良素海的污染最为严重 湖区曾爆发大面积黄台 时隔多年乌良素海的环境治理情况如何 近日记者来到乌良素海了解治理现状 乘船从乌良素海紧区出发 向南直达乌毛记排水站 湖边观光的游客逐渐消失 船侧不时有水鸟飞过 由于刚补进了黄河水 湖水整体稍微发黄 但水面干净透亮 据乌良素海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自2008年开始 当地开始对乌良素海进行综合治理 一方面对岸上实施控化肥增效 控农药减害 控灌溉水降耗 控地磨碱污四控的举措 加快城市污水收集管网 和处理设施的建设 另一方面 与中国环境科学院开展合作 探索湖内抵尼清淤 芦苇资源化利用 寻找内源污染治理的技术路径 此外当地还利用黄河灵讯 和灌区农业灌溉间隙 向乌良素海进行生态补水 进入湖水的污染变少了 湖内的污染控制住了 加上有干净的水源补充进来 乌良素海的治理也取得了成效 当地水禽自然保护站站长说 治理前 乌良素海负营养化污染严重 鸟类容易得病 造成大批量死亡 近年来 随着水体质量好转 乌良素海的鸟类种类逐渐增多 据洪哥补排水站站站长徐开玉回忆 在2014年以前 排水站附近一度鱼类绝迹 蚊虫猖獗 姑娘们想穿裙子不敢露腿 现在水也不臭了 鱼和鸟都多了 湖泡泡的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作 需要久久围攻 谈及治理现状 包围表示 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与预想仍然存在差距 下一步 他们将以物量素海 流域 山水林田 胡草生态保护 修复事件工程为统领 推进整个流域的综合治理